现在我们的武汉谁来救 我们的中国人民谁来救一下 指望习近平来救我们吗 指望中国梦吗 我国争党起码下台 2020年说好了 我们就小康的水平 我们得到的是博士 我们得到的是亲戚都没有得了 然后 然后 我只叫小康 人都没有得了我只叫小康 你们在搞模式 我们的老婆心 要你们的政府搞模式 求求你们走吧 下来吧 我们需要好的领导 我们好 做好的日子 我们不需要你这种腐败的政府 现在的房子 老婆心就是走努力 把房钱都押到房子里面靠 怎么房子不玩 人都杀多少都淘导金 我们要的政府搞模式 你们搞模式 你们自己靠 我把我们这边老婆心里面不得了 现在是我们这些老婆心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还是魔鬼啊 你们到底是在搞模式啊 整个地球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 第二个政府像这个样子搞吗 我眼下来到YouTube 发这个视频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 我只是觉得 人活着一辈子 是吧 有时候 在必要的时候 你得说点真话 人的一生 不可避免的 有的时候 为了活下去 为了各种目的 你不得不去撒些话 说些假话 在某一刻 比方说眼下 我觉得有必要 掏心窝子 摸着自己的良心 说点真话出来 现在的武汉市就他妈的跟地狱一样 本来是从古至今 一个非常文明 孙中山当年是吧 闹辛亥革命的时候 就从武汉市开的第一墙 当时建议要把武汉市 建成像美国纽约一样的 现代化城市 现在呢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口音 看到他们倒地死亡 或者说各种情况 那些悲剧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 喜气的日子 这个时间段 但是眼下你觉得 我们武汉人民 或者说一个中国人 能高兴得起来吗 然后我希望 所有的海外华人 能够明白一点 我们中国人 起码 我或者说我身边的童年人 二三十来岁的 八零后九零后 没有谁是傻逼 没有一个人被洗脑了 我们脑袋里清清楚楚 明白的不得了 像我们都太他妈了解 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了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发生的渠道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的身体是肉 是血肉 比不过钢筋子弹和坦克 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很无奈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我们也希望是吧 过上那种民主自由 开放 我们也希望不翻墙 就能上YouTube 上Twitter 但问题是根本就做不到 我们能怎样呢 健康 守护好生命 因为你们做的 就是全力以赴 挽救生命 保护健康的工作 所有人都要看着你们 你们刚才举起拳头 和加油 是表示什么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了 加油 加油 你们在努力的同时 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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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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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给家里面 随时 市场里面要打电话 让家里面人们放心 好 我们家 好 可以吗 我们知道 知道 他们放心的 也会在外面支持你们 我们 我们 看着你们 不仅是看着你们 会给你们提供 你们所需要的 社会物资药品 一定要让你们能够 有力了 去加油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今天晚上 一定把这两个 医学 护目镜 运到你们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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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把这个医院 按时 我们定的是2月2号 把它建起来 除了使用 好 谢谢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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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护人员 建成以后 我们还有 我愿意 这两天 就要再叫 成天的医护人员 到这里来 到其他医院 咱也到这儿了 你们抓紧把他建好 好了 好的 好的 一定要保证 一定要保证 快 不代表着 没有 没有指甲 建成的工程 一定是 确实是具有传染病防护 风险的 而且是 好 刚才这个口 这个口罩的生产 生产的规模啊 这个数字有点输入啊 口误 不是一百零八亿支 是十八亿支 十八亿支 更正一下 问题之前啊 我还是要把 刚才我的口误 完整地纠正一点 这个 我们省的这个口罩 这个各类口罩的生产能力 年生产能力是 一百零八万支 不是一 他说哇 这个单位错了 然后这个 不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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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他们到困难 所以打的他 也不想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哥回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生日 穿的脑子穿的 穿的 这是个位置非常大的 我们居然是为了 大家安全 说大家这个全家的不安全 啊 哎 这个 你怕的 在这个麻辣室里取义 啊 哎 这个语气没有 哈 这个麻辣室里全都不能开的 到麻辣要开 我们就把麻辣室全部关注 啊 哎 哎 因为这个空间太下来 多一包 再靠不到 所以你们都是手 手要摸钱 有摸麻辣 不然这个脚子太平凡了 是啊 哎 就是这个 呃 现在请大家 全部离开这地方 啊 全部离开这地方 哎 哎 哪里 哪里去呢 我赢了 我赢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你 你你现在怎么着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什么年前来的 今天见风都掉出来了 啊 你你你得洋湖啊 啊对啊 你在洋湖什么地方 洋湖沿路 沿路 你里大部多人啊 里大部 三十里里 哪里没有叉啊 嗯 没叉 喊了 没喊了 你喊了 你喊了也喊了 你知道吧 那不喊了 你你你你你谁谁 你你这时候 你什么 打喇叭喊了也甜了 你什么老是怎么 你怎么 这个还叫来 我接着都从着啊 我跟他来 他来到了 他给我打电话 这个你这个 我拿不喊了 是说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给他打电话 抓紧你不要不用来了 是不是 你现在 你现在走得走 要吃了饭 你不用吃饭了 直接走就行了 那都自己走就行了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是国家的 使命的问题告诉我 你只要发现了 我哪里可以 你绝地不能摆掉的 刚明天 你刚明天要来 你都进不来了 明天全部大小路口 全部风声 来车出车 全部都不要走了 刚明天 你接近回来 你走你走 你走你走 你接近回来了 刚明天 他问题是差得很厉害 我们现在 我们这里哈 也对你的一个是个安全 我们现在有 有从武汉回来的 在我们村行 知道吧 有村里 你也别穿了 你带着那那去 到那村 你也不好交代 你不能意外了 你这个事 绝对不能意外了 说 我 咱 全部的咱 建议 今天 日子六个 都都都都 都给他报你了 说 你 你 你这一个 我就不跟你报了 因为警卫 警卫 给我的关系很好 是吧 我 我跟你说 我 我就 我就 我不跟你报了 是吧 你看 你看 我现在 全体的 打 干什么 这不看吗 全体自发的 人家 爱家爱户的 都 这样都差 是吧 你算 你转进走 不要意外了 是吧 我现在进成都好烟哦 哈哈哈哈 这三十万的 这个中一两两 我去了去了 好 清除了 哎呀 进成都 进成都 美国人的车厅 太熟气 是不是啊 你看 这是杭州 他说他自卫 他是 杭州派出所的 没有打 就是这个人 他欺负我们湖北人 他欺负我们湖北人 就是这个人 你拨上警号 上来给我打一拳 上来就打一拳 好 上来就打一拳 就是这个人 他是杭州派出所的 欺负我们湖北人 好不好 他现在是杭州户口 不是湖北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不好 就是这个人 就是社区的领导 我们配合调查 对不对 配合检查 我们配合检查 对不对 我们配合检查 好不好 我们不走 是不是 你丢走好不好 你丢走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谁打人 你打人 我报警了 我们报警 对 我们报警 对 那个人 欺负我们湖北人 他是欺负我们湖北人 是不是 他是欺负我们湖北人 你们都是领导 你们看得到的 好不好 不是 我们都是看得到了 我们都看得到 来来来 你看 你看 他就这样 他是派出所的 他说他是派出所的 来了 没有出去任何证件 对不对 好不好 告诉你们 我就看一下 我让全国人民看一下 就是这个人 看好了 好不好 我看他有什么权利 对不对 不是 我看他有什么权利 好不好 我们不孤独都有 对 我看他有什么权利 好不好 谁说也不给他放那儿 好不好 好不好 为什么军人 对不对 军人拿证件 好不好 你这样子还能靠近 我强子来搞大人 对 你睡在这儿 我不得你心里 好不好 你们这样搞什么呀 你们这样搞 对不对 我们湖北人配合调查 对不对 那他搞公司的 是不是 是吗 好不好 他不知道他是哪里 他说他是派出所头 派出所头 他给我出去震严 对不对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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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看一下 哎 我让全国人们看一下 好不好 就是这个人 你们是110是吧 好不好 你们是110 我们就让110来解决 一个一个说 好不好 那都是你们从湖北来的 都要去 武汉不让我们回去 湖北全省风的 不让我们回去 你们到处尽管不让我们住 让我们死在路上 我们在哪里待 在哪里家 你为什么 我们要跟头回去 你去掉 你起来你妈是个色彩子 你一直跟着 走啊 走啊 把这个旅行点过来绕着吧 露堵了 哦 现在进成都好烟哦 你放着花吧 你放着重想要露得很 这三十万的吃了冰天 我修了修了 好 请坐 哎呀 进成都进成都 美国人到特区了 放着书的浪袋 前面不得特区就不差别了 接着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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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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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他们的菜也快卖光了 最多撑到正月十五 他们家菜还算比较多的 我说那超市不是开门了吗 他说超市是能买东西 那是居家过日子还行 像他们这种餐厅 都是从大批发市场批 那个量很大 那个大批发市场还没有开业 所以他们想买大量的土豆白菜 什么肉之类的 是买不到的 如果说那个大的肉类菜市场 还不恢复的话 这些餐饮业是肯定没有办法实现营业的 今天下午呢 我打算找一个殡仪馆去看看 有很多网友跟我提供信息 说殡仪馆的数据 应该可以很好的反映点什么 当然了 我也不见得能探军到什么真相 大家不要总是对我抱以那么高的期望 我活着回去我就算胜利了 好吗 大家都多保重 现在是1月26号的晚上10点半 我旁边这个就是著名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现在它已经整体关闭了 一个一个的铺面 都是临街的 然后有种一个走道 有了这样一个警戒线 每家的闸门都这样拉下来 它是一个一个的小铺面 里边卖的都是这些海鲜之类的 我身后一直有一辆警车 在那闪啊闪的 张老二海鲜行 这里边阴森森的 这都还鬼家 一条路把它隔开了西区和东区 有保安在这巡逻 这地方看着阴森森 多少冤魂就在这被锁走了 现在这些被杀了的生灵 回来锁命来了 这三天一直都在下雨 加上网络各种负面信息的蔓延 那些只能关在家里的人 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惶恐不安或情绪焦躁 但是仍然有更多的人在积极面对 我这一辆车都没有人 人也很少 人也很少 这是消毒酒精 武汉市三医院 目前没有看到有特别多的病患 这里是七医院 门口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 看病的人比三医院多一点 但是没有出现排队 整理次序还是比较好 我有三个吧 应该有三个谢谢 我们明天就关了 今天是因为它有医院的 救援物资在这里 我们是等着它拿完 所有的捐赠物资 全部都在我们这儿 今天没有人是吧 人也没有 这不敢出来吃 因为他为我的罪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死后被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坐在神的右边 他就是神 他将来要带着重点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蜢有时 亲爱的朋友 一切的患难 加在那些不前不地 不愿意寻求真理的人 使那些信的人 教他们知道 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祂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亲爱的朋友 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儿子 来成全别人呢 可就是这位神 祂为了拯救罪人 祂舍弃了自己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造成了肉身 为了使罪人脱离灵魂灭亡的结局 使他们不受硫磺裹服的 神的愤怒的审判 祂就拆遣祂的儿子到世间 圣经说 耶稣基督将士 为要拯救罪人 祂在地上 有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传天国的福音